马华树里总会长拿读马汉顺医生揭露 教育部目前不允许华文读中招收国际学生 读中再次受薪的政策限制发展 他指出 一向来读中都有招收国际学生 每一所读中都会根据学校的名额 让一些国际生进入学校就读 根据数据 在2022年 全国读中约有700名国际学生 当中绝大部分是中国籍学生 他说 近期接到霹雳一所读中的董事告知 他们学校的读中 要向教育部提成一名中国籍学生的入学申请 但辗转一个多月过去 教育部私立学校处都没有批准该名学生的准证 直到最近 教育部及一名厅官员才告知 目前政府已冻结华文读中的国际生入学申请 读中目前不能再招收外国学生 马汉顺指出 全国61所读中 约有34所是属于人数少于300的小型读中 过去部分小型读中 因为招收了中国学生 而让学生人数增加 摆脱辛苦经营的困境 教育部现在的做法等于堵住了读中 特别是小型读中的生存路线 他说 在西蒙于2019年执政时期 就执行了第二家园的孩子 不能进入华小及其他政府学校就读的政策 这也造成了许多中国企业员工 及第二家园家庭的孩子 无法进入华小就读 被迫进入私立学校 或与家人分开而回中国上学 对许多中国企业员工而言 他们在马来西亚工作期间 是希望可以在马来西亚接受中文教育 未来回国可以衔接学业 在中学的阶段 选择进入华文读中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因此 教育部不允许读中招收国际生 不只是限制了读中的发展 更影响了许多来马工作的中国员工 是属于多数的政策 马汉税说 行动党之前承诺将承认同考没有兑现 而今年接近300名读中生 申请同考师范的名额 最后竟然只招收了5人 而教育部现在更进一步 限制读中招收国际生 这种中对读中不利的政策 对华文读中造成深远和极为负面的影响 他说 这些不利的政策带来的破坏 不是给予读中拨寡就能消灭的 他敦促教育部撤回不允许读中 招收国际生的政策 还读中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